来 Python爆破 咱们经过很多的爆破工具 用哪些爆破工具 BP是一个对不对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Hydra 九头蛇 还有什么 煤毒沙 有用了好多 还有好多呢 但是如果觉得用它们不爽 你就可以自己写 那么这个呢 其实这个爆破这个东西 只是给大家提供了一种思路而已 这个呢 如果你们面试用的话 不建议用 因为爆破工具太多了 好吧 但是这个思路大家理解一下 那么用Python做爆破 甭管你是SSH FTP SMB HTTP 所有的这些协议的 Python都有支持的模块 拿一个模块直接搞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讲一个FTP 结合FuzzDB 字典进行包括 Fuzz是什么 在这个测试领域 软件测试 领域有一个叫Fuzz测试的 在安全领域也有一个叫Fuzz测试的 Fuzz测试其实干的是什么 就是发大量的请求去进行测试 Fuzz测试 好吧 发大量的请求去进行测试 测试性能 测试功能 测试安全性 都可能用了 那发大量的请求 请求也要发生变化的 不能说每次请求发大量都一样 要基于发不同的请求 看他的一个效应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说会接受到一个发病字典 那我们去哪下载 Kithub上我给你们写了FuzzDB 把它下载下载就可以了 这个FuzzDB里面包含很多很多的字典 密码字典的用户名字典 FTP常用的一些用户名字典 密码字典全有 好吧 有好多有好多 我已经给大家下的好了 也在我这个工具包里面了 把这个删掉吧 看这个FuzzDB了吗 就是他 你打开让你瞅一眼 这里面你看 有很多的 然后wordgist 这里面上有很多很多的tst 是不是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字典 然后还有什么 user password 看到吗 用密码的 好多 Oracle经常用的 对吧 还有好多什么 一些其他的密码字典 有好多 行 然后这个东西也解压 pass 哎呀解一下吧 咱们得用一些啊 解压到当前文件价 打开它 找到咱们的user pass 然后随便找一个吧 passwords 就这个吧 随便找一个吧 行吧 你打开一个你瞅一眼 这个你看到吗 这些字典看见没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 这个东西没啥用啊 把它删掉吧 我告诉你去哪下载 看见没 这个文件去哪下载啊 好 把它关掉 把它删掉啊 行 这个字典拿过来吧 放到咱们的文室里面去 就放在这里面来吧 然后在第02里面 我给他改个名度 改个名度叫什么 叫pass pass 密码吧 好吧 密码字典啊 读吧 会会交往上搜字典了吧 你想说搜什么字典 就跟今天早上似的摆脱上一搜据啊 嗯 让我看有了吧这个字典 有了很大好 咱们要报复用户名密码都要报复一下 好吧啊 用户名呢 我们搞一个 用名我就自己创建一个吧 比如说users 叫tst 然后用户名 就是root用户 经常用的 我我那个马上要安装的那个ftp 我就用了这样的用户 好吧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耳朵密用户啊 等等等等 我就写三个吧 包括这三个用户名吧 看哪个用户名对啊 然后我们想报复ftp啊 我们首先搭建ftp的环境 或者你想包括ssh 咱们就搭建s 还有ssh服务的那些环境 对不对 你搭建起来有这些环境才行啊 那么我现在在这搭建了一个啊 搭建了一个 比如说在这啊 在他下面有个toss toss下面有一个 啊toss 在这 ftp server 看了吗 把它打开 安装一下即可 其实不用安装 一打开就能运行啊 我在这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 工具里面 哪了 quick 这个 quick easy ftp 看了吗 就这个东西 好吧 这个程序直接可以运行的 在这就就它 双击运行 看了吗 这就ftp server 就运行起来了 ftp大家不陌生吧 是不是上传下的文件用的呀 现在很多公司都在用这种小 这是一个非常小型的便捷的速度很快的一个ftp的工具啊 好多公司也都在用啊 咱们针对他来进行一下报复啊 其实还有前面有一个所有优 我们给大家去演示啊 所有的一个提权啊 也是这么一款工具 跟quick 跟这个quick easy ftp server 差不多的 也是个文件上下载的一个ftp工具 所有优务啊 它里面可以 可以对所有优务进行一个 通过所有优务进行系统提权啊 那个 没有给大家去讲啊 因为 没什么太大用啊 这个咱们也要讲一讲啊 然后运行起来 打开之后啊 就长这样 不需要安装的 直接打开就这样 然后直接点这个 就启动了 好吧 启动的时候 他应该会提示你 比如说 这有个账户管理 我这添加个账户 你刚开始第一次启动的时候 他应该会提示你添加个账户 你就输入用户密码就可以了 我的用户名摘的 密码123 别人连接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个用户密码 再连接上这个付账 好吧 就这个意思 然后这里面呢 还能看到一些服务器的日志 比如说谁请求你了 用的什么用户请求你啊 这里面都有统计日志 一会我们发请求的时候 可以看得到 好吧 然后服务单配置 这个什么 你服务单的IP地址 它是自动读取的 默认端数号21 21 最大连接数20 你们这个默认应该是10 最大连接数 最大连接数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同时有多少人 可以连接上你这个 FTP服务的 好吗 好 那环境这就准备好了 听话了 我们就开干 开干 那怎么爆破它呢 怎么爆破它呢 他就写一个啊 现在就自己爆破自己了 是不是啊 是吧 那我用这个 用这个训练 试一试 自己就爆 我就自己爆破自己了啊 你们别把 你可以把这个环境 装到别的地方去 好不好 我就自己爆破自己一下 试试啊 然后在这写一下 FTP FTP 啊 爆破 爆破 FTP攻击吧 Attack 行吧 爆破 爆破英文怎么评来的 BOOM BOOM 是吧 BOOM 好 那么 关于FTP 我去连接它 Python里面 去用socket 就可以去连接 完全没问题的 好不好 但咱别写原生socket了 在Python里面都有提供的 对应协议的模块 比如说它的对应协议模块 叫什么 FTP LAB 啊 然后它怎么来用啊 你就网上一搜 Python FTP LAB Python3 FTP LAB Python 在这一搜 这东西如何来用 就有了 在这个什么来 去吧 没有格式的这种东西 人家看得了 你看看 这没格式 没有格式的看着 这些恶性 他怎么好意思放上来 写这么懒 啊 这 这 嗯 哎 真的是 也不太好 哎呀算了 不可能了 你看你去网上搜东西啊 有时候他们写的那些东西啊 根本就是没法卡 是不是啊 来 非常简单啊 from FTPLAB import FTP 引入一个汤 也是一个类 然后类实力化一个对象 拿到一个对象 通过对象调用connect方法 就可以去连接某个服务端IP 加上章号 就可以进行连接了 连接的时候呢 咱们说要用名码 要进行登录 对不对 哎 他有一个方法 就login 调用这个login方法 然后加上用名码 就可以登录了 然后通过这个 FTP对象调用一个 啊 retreat lines 啊 加一个list这是固定的 就能拿到当前 咱们这个 谁呀 这个这个 服务端程序 就这个服务端程序 所在目录的目录结构 就能拿到这些目录结构 好吧 这就表示连接成功了 明白为什么 咱们看下效果 在这写下 本机连本机直接用蓝笔给人 不应该行啊 呃 那么怎么 from from ftp lab import ftp 然后比如说 ftp object ftp对象 等于ftp 号 生命给他 然后ftp object to connect 去连接 连接的时候 一发怎么写的来着 是不是写上FD 写这个端号 对不对 把它拿过来 直接丢到这了 FD址不对吧 FD址是不是应该写 我们要连接的 那个服务端FD址 是不是这个 你看是不是 它默认读取的 就是我们当前 这台服务器 自己的FD址 FD config 是不是192.168.18.63啊 哎就是啥 Ctrl C拿过来 然后Ctrl V 替换到这 行 一起吧 18.63吧 是不是啊 是不是18.63 18.63没错啊 好 连接上来之后是ftp.login 登录 你有什么登录呢 我现在是不是有一个 Jaden用户 对吗 连接段路 连接密码都来这 123啊 还记得我的英文名吗 然后干什么 ftpobject.有个retree length 然后加上个list 这是固定的 好吧 然后 ip吧 反复一直 然后 print打印一下 这个反复一直 如果你连接成功了 你就会看到 ftp server所在的 那个目录 好吧 目录信息就 就连接成功了 Let's go 看 有没有看到目录信息啊 有吧 就看到目录信息了 那么如果是连接失败了呢 比如说密码不对 然后走 报错了吧 是不是啊 或者我连接的某个 这个 ip不对 走 连接ip不对 它有各种尝试 导致这个网络延迟 等一会 它我也会报错 报错了吧 他说对方 尝试连接 对方没有应答 说明人家这个地方 没有开 人家这个 这app地址 要么没次活 要么让他没有开 二一章口 对不对 连接失败 我们是63开着呢 正常连接的话 是这样的 走 连接上了吧 只要咱们的用户密码 地址写的没有问题 就能连接上 好 基于这个 非常简短的一套程序 我们就可以对什么 这个app地址 这个端口的ftp 工具软件进行 它的服务端 进行一个 用户密码过货 对不对 那非常简单了吧 怎么来玩 字典我们都准备好了 用户名字典在这呢 密码字典在这呢 我的用户名里面 很明显是有一个 拽登的 对不对 好 密码里面有123吗 车验 有吧 在这呢 123 好 来吧 for 比如说username in 咱们的字典 open users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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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不叫user吗 use 哎呀 还少了个r点 是不是 少了个r use在接的t 行吗 就用它吧 然后再干什么 里面再套一个for循环 还可以在里面套 for password in open pass 双层循环 然后往里一套 双层循环是什么意思 它循环一次的时候 它循环一遍 它再循环一次 它再又循环一遍 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双层循环 然后这个密码 用名密码是不是就改掉了 用名 我应该这样 user name应该处理一下 为什么呢 user name等于user name 点 有个replace 把它的换行符给它去掉 不然的话密码里面有换的 用户密码里面有换行符 系码中空 密码也是一样 没问题吧 我刚才使用了很多的科技键 很多的防水 你们不用那样 不用那什么 直接复制研究就行 不用走我这个 用名是不是就是他呀 user name往这一放 密码password往这一放 这样是不是就成了呀 没问题吧 学生们 来再运行 爆破 开始 他说什么 他就报错了 报错原因是什么 用户名或者密码是不是不对呀 当用户名把这个都报错了 这个程序就断掉了 咱们不能让它断掉 对不对 怎么办 怎么办 他报错了呀 不能让它报错 因为这个报错程序一报错 这样飘着大红字 立马程序就自动断掉了 你肯定不能让它断掉 你断掉下边的报错 就没法往前进行了 尝试了一个用密码断了 程序 这不行 对不对 你得容错吧 容错怎么玩 try异常不惑呀 对不对 在这加一个 try 把它扔里边去 一个accept exception exception也行 它这个报错呀 很明显是个ftp lab自己报的错 那 ftp lab 就exception吧 不给你们讲太多了 扫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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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 因为我给他们笔记里面 我是那么写的 来吧 我把这个引入 别直接引入ftp了 我直接importftp lab ftp lab 然后这个地方就应该改掉了 ftp lab 抵它 是吧 直接引入ftp lab 然后ftp lab 下面有一个error all errors 这是ftp这个lab 模块自己报的错误 都可以被他捕获到 好吗 se 或者你直接在这写exception也行 exception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怎么着 嗯 pass 那pass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地方连接正确了以后啊 还让再让他打印一下用密码吧 再print一下用密码啊 多少 这样啊 然后再来一个分个符吧 打印正确 这样吧 我把它去掉 只要没有报错 基本上就可以锁定连接是没有问题的 好吧兄弟们 说明你的用密码也没有问题的 来 咱们运行一下后 它要爆破好多次 等等等等 或者是 你们要看这个尝试过程吗 看这个尝试过程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在这打印一下 在这打印一下 它用哪个密码 用密码去尝试了 尝试失败 打印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啊 对不对 你们要是啊 行 啊这个要尝试停长时间的 秘密码太多了 这我停一下啊 别让他直接卡在这卡住了 我让你让你们看一下 它这个尝试过程啊 在这print它 我在这打印的东西 等会啊 哦在这儿吧 在这儿吧 开始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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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p 然后在这儿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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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试成功一次 用密码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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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这儿打印 然后在这儿打印 然后加一个常识失败 me 用名后名码不对 公民 或者名码 不对 然后给你看一下尝试过程 然后pass tss 行 都 看了全点尝试呢哎呀呀呀 尝试太快了咱们慢一点啊 慢一点慢一点 啊我在这加一个 呃time.sleep 0.5秒吧 行吧 然后前面应该引爆的time啊 行走 是不是一直在这尝试呢 等着他root尝试完才会尝试这段啊 呀这个时间太久了呀 我应该把密码字典再改小一点是吧 那妈尝试到后面码学去 理解这意思了吗 真的吗 这意思能理解就不停 不停 我停了啊 我把密码字典改小一点就好不好 理解了 你让我停一下啊 我把这密码字典改小一点的啊 码字典太大了 我这样我从他开始删啊 哎呦太大了 哇一万多 行 留个二十个二十二个 好再来一遍啊 他这请求着啊 你看这ftp server 这个这个 这个福气日志看了吗 一直在被请求看见没 一直在刷新 是不是啊 对不对 在这尝试呢 看到吗 一直在刷新啊 他在记录日志呢 哎成功一次看见没 是不是啊 哎 怎么样感觉 是不是挺爽 没什么感觉哈 哈哈哈 行 好成功了啊 爆破成功了 没问题吧 没问题 没问题的话 那我就改一下脚本啊 这种爆破啊 你会发现 你看我是不是0.5秒一次 0.5秒一次 时间太慢了 对吧 如果说我加上并发 他的速度会快很多 啊 怎么加并发呢 我们先对他进行个改造 df 比如说 fuckftp啊 这不就改成函数了吗 对吗 行的吗 啊 fftp ok吗 ok啊 他为什么有波浪符呢 是因为两个换行才行 那这有很多的编码规范啊 嗯 然后慢 然后加上ft 啊 fuck ftp啊 这样运行是一样的 对不对 效果是一样的吧 效果是一样的 我就不那个什么了啊 不去演示了 然后我们干什么啊 做成还是跟做成那个 sqlmap似的那种方式来调用 啊 怎么做呀 是不是接触到sys模块 lg1 啊 算了 先先 我想想我想想 我是先给你们做成这个模块形式的 还是先做 并发板啊 做个并发板的吧 先好不好 并发板呢 我引入一个新的东西啊 import一个q pue 这个东西叫对裂 这东西叫对裂 对裂是干什么用的 是这样的呢 我要做一个这样的事情 我现在 这是我明显 这是我的客户端程序 对不对 这是我的ftp客户端程序吧 我要去包括链接他的服务端 对不对 是吧 现在是不是一个请求发过去 然后紧接着才发下一个请求呢 对不对 我现在要干什么 我是不是想着一次性 哗哗哗哗就发一堆请求过去 包括他 这样的话效率是不是更高一些 速度会更高一些 对不对 这没问题吧 你一次发一个请求过去爆破人家 和一次发十个请求过去爆破人家 哪个块 肯定一次发十个块 是不是 那我现在要并发一次发十个过去 那么现在引入这个对裂是干什么的 是这样的 对裂 比如说这里面我又开了一个空间 存储空间 一个内存空间 这就是个对裂 我就可以把我这个要发的请求啊 先扔到对裂里面去 扔到对裂里面去 然后再写一张代码 从对裂里面取 取 取东西往往往发发发发发发发 啊 他就像那个缓冲池一样 你所有的要处理的请求处理的请求 你先扔到这来 然后下边呢 我再写发送请求的动作 从这里面自己拿 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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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发 谁发的快 谁都在那边拿嘛 对吧 好吗 兄弟们 就这么一个意思啊 对裂 然后我就可以这样 创建这样一个对裂 Q等于 QU1U1.QU1U1 好 不加他也没有问题啊 不加他也没有问题 哎 我给你演示个不加他的吧 然后一会再加他 看到了你们 那啥啊 告诉我 这个怎么写啊 应该 你想用多线程就用多线程 想用多多进程就用多进程啊 但是多进程不合适 为什么呢 因为多进程开多了 你的电脑支撑不住 进程占的资源太多了 每一个进程是不是都要 开辟一个那种东西啊 所以说不建议多进程啊 多进程吃减少资源 吃的太狠 那我们用多线程吧 然后T 等于 Threading 对啊 Thread 拨号 Target 等于 发开FTP 对不对 这里面调用的时候不需要加拨号啊 如果有参数的话可以加参数进了 好不好 这里面我没有参数我就不加 参数了啊 然后紧接着就在这干什么啊 t.start 开始就可以了 但是这只是创建了一个县程 我想创建10个县程 for i for i in range 好 比如说1到11 这就是11个县程走 看见了吗 这就是11个县程开启了 执行这个任务 没问题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效果 走 看了吗 瞬间是不是跨10个10个的快了吗 是不是快了很多啊 哎 快了很多 但是你会发现你看他们取的 等了 10个取的用户名和密码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啊 对吧 所以说我们怎么办 怎么 我们应该把 每一个县程他自己用的用户名码是不是改一改啊 一个县程就是 一个县程掉一个用户名码 下一个县程就别再用这个用户名码了 换一个用户名码 对不对 哎 换一个用户名码啊 那这种怎么来换呢 这换起来就稍微麻烦一点 咱们可以借这个队列让它换啊 来 加上这个队列 然后这个队列有什么用啊 是这样的 我现在这是我的程序啊 然后这是服务端 我现在要请求服务端了 请求服务端的时候 我每次发一个请求携带用户名码过去 对不对 啊 那现在我干什么呢 我开了一个队列 将所有的用户名码都存到这里面来 然后让开10个县程来这里面取 取用户名码 那每个县程在取用户名码的时候 你注意了 这个队列有个特点 取一次那个数据就消失了 那下一个县程过来再取它的时候 甭管说 甭管说它是并发 或者 同时的 甭管它是不是同时的 它总有个先后顺序 它来队列这拿顺 拿东西总有个先后顺序 哪个程序执行的快 哪个程序现在来这里面拿另外一个数据 好不通的吗 当他拿完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之后 这个数据从队列里面就消失了 那别的线程再过来拿 就拿不到这个数据了 那这样的话就避免重复 明白了吗 好明白吗 就避免重复 那这样的话好 Q有了 那我就可以干什么 这样的 把这个Q啊 Q有了 Q有了 我就可以这样啊 把这个用户名码循环拿到这来 别放这了 我拿到这来 然后紧接着 在这里面 Q.put 这是往他里面添加一条记录 添加什么记录呢 添加一个 比如说F括号 大括号 user name 然后加管道符吧 password 大括 password 这就添加了这样一个字符串进去 对不对 那他循环完之后 所有的用户密码是不是都添加到这个Q里面来了 对吧兄弟们 是吧 然后紧接着上面这套代码啊就改了 把他 索尽一下啊 改了 那这里面用户密码我就不用他了 用户密码我可以用什么 Q.get 就执行这个方法就每次 每执行一次啊就每次在对列中取出 一条数据 一条数据啊 那么你想我现在开了10个县城去执行这个任务 每个县城都执行这个任务 每个县城都get一次 但是每个人get的都不一样数据 好吧 行吧 哎好 那么user name和password的 啊 就等于什么呢 啊 啊 user name和password的就等于啊 比如说 用这个 这个数据啊 info数据吧 user info数据等于他 然后user info 拿到的数据长什么样就长这样的 这里面添一区子用个密码 比如说jadon 管道服务123 它是这样的数据啊 那我从对列里面取出这个数据 然后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个 分割啊 Split 就什么在这吧 第二Split Split 分割一下 用管道服务对这个数据进行分割 分割的话你就出来两个值 一个这个值一个这个值 好吧 啊 那user info 分割出来之后 他一分割啊 Split的分割之后 我才就长这样的 得到了一个 Jadon 多号 多号 1.23 都在这样一个列表 那么他呢 中号 0是不是就取出用名 对吧 他中号1是不是就取出密码呀 然后再进行连接爆破 好吧兄弟们 这样的 然后再来运行 应该啊 这会再看 走 FTP报告中 但是这个对列 SkObject Anotice 哦方法写错了 呃分割分割不是用这个Split 应该就是他呀 我拼错了 Split 等会儿啊 A等于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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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个E是他啊 用这个号码 多了个E我都写了个E啊 来 走 呀 这是等会儿啊 这是哪有问题 啊 Login 登录 I Legal New Character 都听到 20行 20行登录者出问题了 登录者出问题了 他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是这样的 最佳连接数到了限制 FTB的最佳连接数到限制了 我把这个清掉 清除一下 然后看一下 在连接数20个 你可能是抄连接数 给你报错了 好吧 可能是这样的 然后 发了他 我让他慢一点 一秒钟十次吧 一秒钟十次 尝试连接 我的CMD Send the call Send the call 我抽烟 这里面肯定是有一个 有什么梦子 Striple把控制去掉 Youternem Password 这等下 郭县城版的 Youternem Password 没什么问题 这样 我再加上这样一个判断 每一个县城执行意思之后 那个县城别让他结束 你让他干什么 让他接着去Q里面去取东西 接着去Q里面取东西 一直利用这个县城 那我就可以这样写 加一个 加个这个判断 Q.empty 是什么 就是Q里面的那种 对列里面的数据取空了 你就不要再取空了 他就会得到一个处 好吧 只要没取空 Not True 是不是就是False Not True 就是False 只要没取空 就让他接着循环 来 小点 有点Not True 往他长时间 Q.get 取一次Split 取到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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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empty 我给你演示一下这个Q 等会 Import QUE 然后Q等于QUE U1.Q 这是不是拿到一个对立 对吧 Q.put 123 然后Print Q.get 然后运行 走 你看123 是不是打印出来了 你往地链里面放到123 一取 Q.get 就能取出来 好吧 然后再Print 这里面数据就没有了 Print Q.empty 1.empty 走 Q空了 就会得到一个处 Q空了 就得到一个处 啊 现在是 不违空的时候 接着去取 违空的话就不取了 好吧 不违空的话 说明里边有数据 拿这个线程 接着去Q里面取 接着干 接着这个发请求 来我再 我再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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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什么报错 就是他的问题 那什么不是他的问题 开始报错 123456789 10个的时候 报错 嗯 这是个什么 用名 我这样啊 稍等一下啊 我把这个放到 提到上面来 可能是我下载的这个FTP啊 他对我这个用不明啊 做了什么 他对我这个用用户的连接次数啊 做了一个 屏蔽啊 次数太多了 我没有 我没有 一次尝试也没对 啊 用共链和密门 包括用能力吗 我都能等我 你等我 我都能不能 把这个清一下 再有信息 再有信息 拿到的 连接连接连接 连接 我很紧 尝试连接 尝试连接 难道是这的问题吗 看一下 有点调试一下啊 有点info 看这个数据的问题 有点info 哦 果然 这个数据都在换行 你看见没有 是吧 换行服的事啊 所以说再加上一个 dstrip 4 啊 行 a等于 a等于 23 dr有个 呃 不是4B的 叫 strip 去除换行 直接拿4B 好就行了 加strip dr3吧 把换行服给它去掉了 换行换行服的事 好了这回就行了 走 好了吧 而且速度非常快 发现没有 有有有成功的吗 这些密码都不对 有没有密码都不对 啊 哎没有成功的 放心换他啊 就来了一轮 就把这个 就来了一轮 啊我这样 我把这个没用的东西 给它注销掉啊 省得 省得很大印 走 就来了一轮就断了 1234566910 尝试了十字就断了 尝试了十字就断了 哎 哎 Q不为空 曲直应该还有啊 怎么尝试一次就可以断了 这个完事之后是用密码都在这个Q里面了 然后 他发送情趣 好 发送情趣啊 发湿的顿 呼 嗯我这样啊 啊 time.sleep一个100秒 十几分 听一下 那他怎么就不知道 嗯 嗯 县城我想主县城断了 此县城没得断 给相当当你之前没有接触 等于他县城执行结束 十个县城 咱们看速度明显上来了是吧 一次发十个去尝试 而且不同的用密码啊 嗯 你这个十字 我看一看我之前这个 哇 啊 我说十字他就断掉了 尝试十字之后他应该还来这取啊 嗯 还在这取才对了 知道去到空才结束 嗯 嗯 我想一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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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暂停一下视频啊 然后做成这种命令执行式的啊 跟次货迈法命令执行式的 可以指定参数的 那我就可以把 比如说 sbs aig 第一个参数第二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让他指定IP指 第二个参数让他指定端口 你要包括哪个IP哪个端口啊 那指定一下 然后紧接着把它作为参数 传递给我们的这个 啊发开ftp这个函数啊 然后这个函数里面也要接这两个参数 找到他再加上这两个参数 然后把IP和Port 拿过来 在在这儿是不是要改掉了 就要用你传递过来的IP和Port了 好吧 没问题吧 啊但是这个Port呢 它是一个 呃是个什么类型的 数字类型啊 但是呢我们sys arg啊 接出来的数据都是zipPort类型 所以说这个地方还要转换一下 转移的类型啊 那么现在这个脚本就可以怎么用呢 可以这样用了 我现在在这样运行肯定会报错的啊 因为这个他这样你这样执行 他是取不到取不到系统指令的啊 所以说这个脚本改完之后啊 我们就只能这么玩啊 找到我们这个脚本所的位置 啊就是这个ftp 发客就是他 然后来到我们的cmd这儿啊 ftp发客ftp有tech 然后干什么呀 不是干什么 直接你就包括哪个IP啊 292.168.18.63吧 是吧 你要包括哪个端口啊 21端口 飞车 是不是开始就干起来了 对不对 哎 回完了吗 这个没没啥问题吧兄弟吧 其实你认真认真认真的跟着听啊 你你我觉得大致还能听得懂啊 还能跟得上 我怕你走神啊 好 好 那这就是ftp的爆破 这个代码呢 在我这个笔记里面都有啊 我笔记已经发给你们了 行我停一下视频 大家休息一下吧 好 好 好